穿迷彩服赫枪实弹的宪兵在深夜街头快速集结 穿越马路抵达演练位置后 开始对过路车辆进行检查管制 国军汉光40号使兵演习从昨天开始 一路进行到周五 今年着重中枢防卫的作战计划演练 以及全国各地关键基础设施防护韧性演练等科目 宪兵202指挥部332营昨天深夜11点多 也在华翠大桥新北市端上桥处进行桥梁检管 及错假讯息处置士兵演练 直到今天凌晨两点结束 军方人士表示若战争发生时 台北卫戍区多达十余座的连外桥梁 都将会进行类似检管 防止共军的特工透过桥梁进入首都 破坏政军中枢级控制交通枢纽 这次演练除了宪兵外 现场也动员民防警察参与 由民防担任最外围的交通管制与疏导 警察以警车掩护作为第一层拦检 现兵则是背着红转反装甲火箭弹 手持T91步枪在警方后方作为第二层防线 台北市政府的吊车也加入演练 吊放牛泽西护栏作为路障 现兵也运用战术轮车 载运钢刺尾蛇龙蛇腹型铁丝望等主角设施 多层次的架设让车辆无法直冲上销进入台北市